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1月26号星期三上午在BFM电视台节目当中提到 寒假过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健康协议可能会放宽 让米歇尔布朗凯首先证明新的常规协议的合理性 眼下的疫情还在逐渐的接近发病的高峰过程当中 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适应 他保证在2月份的假期之前 校园健康协议应该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并补充说在假期回来后可以制定新的协议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放假日期是不同的 考虑到当地的情况 可以将发病率作为减轻校园健康协议的一个标准 让米歇尔布朗凯在1月13号国家教育部门为期一天的罢工结束时 曾做出承诺 90%的FFP2口罩正在被优先送往小学 外科口罩也正在抵达 其余10%的FFP2口罩已经在发送当中 自从在伊比沙岛度假期间宣布健康协议以来 让米歇尔布朗凯遭到了很多批评 但他坚称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 全心全意为孩子们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